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例题 肌肉例题的综合例题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看一看最后几道题了 好 例题87 A golfer has the pain the forearm and has decreased the grip strong which muscle is in what A叫做flexor digital lungs B 叫做spanner C叫做pernate tendrils D extension digital lungs 来 我们分析家看看这道题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一个高尔夫球手疼痛 前臂疼痛 然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减少了抓握的力度 抓握的握力减弱 然后呢哪一个肌肉被涉及到 给了四个肌肉 趋指肠肌 旋前肌 旋后肌 旋后肌 旋前元肌 然后是伸直长肌 给了四个肌肉 大家看看这道题 如果要是让我们自己考虑的话 应该选哪个答案 有的人说 有没有别的想法 好 我们看一看 这个单词词汇 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这个a 他说趋指长肌 还有这个伸直长肌 只要是digital的 后面有long 就是下肢的肌肉 不在手上 大家注意 不在手上 手上呢叫伸浅 趋指浅 趋指伸 没有趋指长 趋指短 趋指长肌 都在我们的下肢 在我们的下肢 在腿上 所以根据这个肢 指长肌 你想 我们就可以排除掉它 因为它并不在上肢 而这道题呢 他问的是高二夫球手 疼痛前臂 必然是上肢的一个肌肉 而且呢 他说减少一个 抓住过的力量 对吧 所以 那么除了a和d被排除掉之外 就剩下悬后和悬前了 我们再看一看 高内往外 高二夫球手 内上科 趋几 往球手 外上科 身几 根据位置来看 悬前机 悬后机 哪一个是在我们内上科 悬前原机 悬前原机 我们的悬后机是在后面 是在后面 所以 我们正确答案 应该是 c选项 悬前原机 至于高二夫球手 网球手 涉及到什么肌肉 大家回去复习 我们以前关于单独的肌肉的讲解去 有一系列的肌肉 好 离题八十八 比较高 在星期的肌肉 一号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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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a 觉得 对 一号植物 一号植物 肌肉 李 你 八克 二号植物 你 It's the foley aftercat A叫做glotum meddles B quarterceps C叫做eracross band D hamstring 好 大家分析分析 看看这道题 挺长 问的是什么 应该选谁 大家都各输几件 看看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们看一看这道题 他说在一个training 什么training 就是训练 像现在我给大家做的这件事 就叫做training 训练大家怎么样去解题 那么training的时候 这个是举重运动员 举重运动员 这重量 就是抬起来 把重量抬起来 这就是举重运动员 受伤了 他的右腿 右腿受伤了 当抬起来的时候 然后做蹲起的时候 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 受伤了 描述了一个过程 受伤的过程 然后他说举重运动员 points to the post-rail 他points 现在就是代表指出 一个点 就是指出 指出一个位置 什么位置 就是后面的区域 后面的区域 在他的上 右侧的 这是什么 大腿 也就是大腿的上面的后侧 然后这个时候 他不会 指出了 还是指出了 ask to the indicate 指出了 这个区域疼痛 什么肌肉组 是个肌组 受到一个完全的影响 整个这道题 问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一个运动员受伤了 不管他是举重的 跳高的 还是什么都无所谓 关键在于哪一句话 整个这道题当中 哪一个词组 或者哪一个部分 是最重要的 他指出了一个位置 什么位置 后面大腿 上侧的位置 这个地儿疼 大家注意 这一类型的体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他指出了固定的位置了 那就是这个位置有问题 那么这个肌肉是谁 这个肌肉在什么位置 就在他指出的这个位置 大腿 右侧 后面的上部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机组 在大腿的后卫侧 这个叫郭升级 如果要是他这道题 他指出了在前大腿 上部 那就是谁啊 古四头 对吧 古四头机 所以说呢 他至于什么地方 疼不重要 重要他指在哪里 对吧 他指出哪疼 那哪就是重要的位置 这个时候就不用考虑 他什么蹲起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都不重要 重要是人家确定告诉你了 同样一个道理的 还有我们以前学过一道题 说是凶速乳突击 接电话 那哪面腾哪一边就有问题 所以并不是肯定在什么位置 而是看他指出在什么位置 所以 大家如果要是理解到这一个层面 那么答案已经就显而易见了 就是我们的郭升级 D选项 A呢 叫做 囤中级 囤中级 B呢 古四头级 C呢是我们的树脊机 这树脊机在哪里 对在深层后背 对吧 后背树脊机 脊是我们的脊椎 所以根据这个名字呢 也能判断大概的位置 所以呢 一看到树脊机 第一个被排除就是他了 第一个就跟他没关系了 和大腿就没关系了 第二个排除的是我们的这个 古四头 因为他说的是大腿后面 对吧 后上侧最后才是我们的这个 囤中级 囤中级在跨这个位置 在这 好 理题八十九 一个什么运动员 一个什么运动员 一个网球运动员 他一个什么位置呢 出现了一个外上科研 知道这个单词呢挺长的 但是非常好记 分成几个部分来看 EPI表示上层 不只是内上科外上科 在我们内脏当中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医学次组 病例次组 一看到EPI组合的就是上层 上层表层的意思 科 看底科 科就是骨头头 我们这个骨隔多出来的这一块 这个就叫做科 我们颓骨也有科 这都是科 科后面加上 ITIS ITIS 就是严正 放在这是严正 放在其他的地方 放跟谁 谁是严正 所以只要后面结尾 有这个ITIS的单词 都是严正 所以就是外面的 上侧的科的严正 外上科研 那么这个外上科研 说的是什么呀 哪一个外上科呀 公骨外上科 一看到外上科研 90%说的都是公骨外上科研 或者是公骨内上科研 所以大家注意了 而且这个是对应的是 网球运动员 就是典型的一个病 叫做网球肘 网球肘 高内往外 高尔夫球肘是内上科 网球肘是外上科 所以网球运动员 疼痛是外上科研 这个时候 他问哪一个肌肉 有可能涉及到的 实际上就是问谁 和网球肘有关 A呢 叫做去止肌 指趋肌 B呢 这是饶测万趋肌 C呢 是公二头肌 最后一个是肘肌 大家想一想这道题 谁有可能是答案 大家说肘肌有可能是答案 为什么肘肌有可能是答案 根据它的位置来判断 根据它的位置来判断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区 区腕 腕趋肌 指趋肌 这一项的趋肌 基本都是在内上科 内侧 内侧的是趋肌 外侧的是深肌 昨天还有一个同学跟我讨论说看图 怎么样分出它是手的前面还是后面 手心还是手背 大家注意啊 手指头 这是手心 这是手背 如果要是这个手指头是平平直直的 的确不太好看 但是你可以根据一个肌肉的走向来判断 大家看到这个走向了吗 肌肉的走向 肌肉汇聚于小指侧的 汇聚于小指侧的 这个就是手心的走向 趋肌 内上科 大家注意看啊 肌肉的走向非常明显啊 肌肉汇聚于大拇指侧 也就是肌肉汇聚于大拇指侧也就是饶侧的 这个是外上科 所以是身级是手背 如果要是图形体有这样的关于肌肉的怎么判断它是手肌还是手背 你看这个肌肉的走向它是朝向我们的大拇指侧 还是朝向我们的小木指侧啊 就可以做出关端 好 所以呢 他问的这道题问的是 网球轴 网球轴应该是内上科还是外上科 外上科 他特意告诉你是外上科研 所以外上科研基本都不包括趋极 伸极 那么这道题又排除两个啊 A和B就被排除掉了 公二头机公二头机 我们已知的和内上科研外上科研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那么最后就剩一个轴机 轴机虽然和这个关系不大 但是它的位置呢靠近外上科啊 所以呢 在这道题当中 它是一个最有选项 好 走肌并不是一个外上科研的主要治疗肌肉啊 但是 在这道题当中 别的都不如它 好 第90 A client is having difficulty abducting the ar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should practitioner consider join a therapist massage treatment A delta B record famous C superinator啊 D bassess brecci 好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怎么样去分析 好啊 它给了一个很典型的描述是什么呢 一个客人有一个difficulty困难 什么动作困难 什么动作困难 外展胳膊 啊 外展胳膊 那么哪一个肌肉 which of the following 哪一个肌肉是按摩师 在按摩治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一看到which of the following 书的practitioner 大家就知道了啊 你这按摩师应该怎么做 考试的时候就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了啊 一看大概去哦知道了 吹本的治疗 按摩师 问大概啊 一溜就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平时说刷题 好多同学都问我这个是有没有题可刷啊 刷题刷的是什么 是这个过程 并不是刷的这个答案啊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个题目 大量的题目练习有用了 有用 有好处 怎么用 不是单纯看一道题就看这个答案去的 而是看这道题 它是怎么问的 它的思路是什么 初题的想法是什么 掌握它的这个技巧啊 这个才是刷题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作用 那么见的多了 大家就知道了 一看这么问 我们就不用详细考虑了 这就是问你要怎么办 办什么事 外展胳膊困难 你怎么治疗 那么困难的外展胳膊 首先要考虑哪一些肌肉 做外展胳膊的肌肉 那么谁是做手臂外展的肌肉 A呢是三脚肌 B是骨直肌 C呢是悬什么肌 这悬后肌啊 这是在后面悬后肌啊 然后呢 D是光尔头 首先排除的应该是谁 这个是第一个把它拿掉的 为什么呀 人家问的是胳膊 对吧 它在大腿上 大腿上的肌肉 根本来想都不用想 骨直肌 大腿前侧 和胳膊一点问题我没有啊 所以说呢 完全不想它 胳膊上的肌肉 有三脚肌是 我们悬后肌是 光尔头肌也是 那么光尔头肌主要做什么 趋肩趋肘 没有提过它关于外展这个动作的 所以拿掉 拿掉 我们的这个悬后肌 在我们的肘部 肘部可不可以做外展 肘部是没有办法做外展的 肘部只能做趋身 还有弦 所以说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 来配合它做ABD的 所以也被拿掉 最后一个三脚肌 在我们的肩膀上 而且呢 三脚肌当中的中三脚肌 是主要负责做外展这个动作的 外展的动作 所以呢 三脚肌是最合适的 当然除了三脚肌之外 如果要有港上肌 也是可以考虑 所以当看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几个线眼 多想一想 想一想它到底有什么可能性 来增加自己的一个见闻 好 说到这儿呢 又提一个运动方式的问题啊 关于运动方式 趋身 内收和外展 还有这个离心收缩和向心收缩 在和同学们讨论这个例题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问题啊 有一个讨论的一个步骤 首先呢 我们说动作趋和身 几种基本动作 都是以我们的这个关节为主要节点 比如说我们的肘曲 肘身 啊 曲间 身间 啊 曲宽 身宽 啊 肯定是以我们的这个关节为主要动向 那么哪一个肌肉收缩 做这个动作才是第二步考虑的 啊 并没有说这个肌肉是做曲还是做身 啊 没有说肌肉做这 而是说在这个关节做这个动作当中 哪一个肌肉收缩 是这么一个关系 啊 离心收缩和向心收缩也是啊 一定要考虑在哪一个动作上 哪一个肌肉有离心和向心的作用 因为不同的动作 不同的肌肉 都可以做离心或者向心 比如说我们曲宽的时候 我们的股丝头肌是向心的 收缩的 那么我们伸宽的时候 股丝头肌就成为离心的了 啊 所以离心和向心可以同时出现在 在同一个肌肉上 但是呢 是不同的一个方向和状态啊 大家把这个搞清楚 好 第91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道题啊 他说一百脉的一个运动啊 一个一百脉的一个比赛 什么比赛 自行车比赛 自行车比赛 然后这个按摩师怎么样啊 出现了一个症状了 宽关节的伸展 收到的限制 什么是宽关节的伸展 这个动作 对吧 这个叫伸宽 宽关节的伸展 大家注意 这个描述方式 宽关节的伸展啊 不是肌肉伸展 而是关节伸展 我一个关节做这个动作 好 哪一个肌肉被涉及到了 是他的有问题了 怎么考虑这个东西啊 伸展受到限制 有两种可能性啊 一种就是他趋宽的肌肉过紧 趋宽肌肉惊弯了过紧了 所以他无法做伸宽 还有一个就是伸宽的肌肉 无力 没有力气做这个动作 我们看一看 给了几个肌肉啊 A叫做 什么 外展肌 是外展肌吗 这是腹肌啊 我说什么就信什么 这个不行啊 要有批判主义精神啊 要批判我啊 老师说错了 不对啊 那才叫学会了 这是腹肌啊 这不是一看到ABD 就是外展啊 没有啊 这是腹肌啊 腹肌 腹肌对于这个曲宽身宽啊 其实作用不是太大 然后呢 是腰大肌 腰大肌倒是有曲宽啊 跟曲宽有关系啊 然后是什么呀 这是胸大肌 胸大肌啊 最后一个 斜方肌 斜方肌啊 斜方肌在后背上啊 胸大肌在前胸啊 这都好好认啊 所以这道题其实 简单不简单 用不用去分析 具体的这个动作 其实简单来说 这道题都不需要分析动作 因为他给出的这几个肌肉 位置就已经表明了 那考试的时候要动个心眼啊 不要钻牛角尖 一定在那先脑补了一下 这个框关节的曲身啊 各种动作 想了一溜过 然后再看这个答案 结果一发现人家就一个腰上的肌肉 不需要你去考虑这个东西 所以考试的时候是一个综合的技巧啊 要灵活运用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腰打击 腰打击 好 例题92 A classed rest is limited to 10 degrees extension drawing passive range of motion this indicates the shorting of the A Prenatal terras B Palmer's lungs C Extential digital D 叫做branch radius 好 来我们再看看这道题 有什么特点 好 来看一看啊 他说客人啊 怎么样啊 手腕有一个limit 有一个限制 又来了一个限制啊 什么限制呢 10度伸展 在被动运动的时候 有10度伸展的限制 特点啊 这道题 他为什么给你一个被动运动 为什么 伸展啊 他说的这个手腕啊 这个手腕 手腕的伸 手腕的伸 这是手腕的伸 他说在手腕伸的时候 被动受到限制了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说被动呢 被动出现问题 是谁在动啊 按摩师在给他动 对吧 这就说明并不是他身机无力 明白了吧 排除掉身机无力的这个症状了 因为不是他自己动 如果他自己动不了 他自己身外这个动作做不了的话 有可能是身机无力造成 那么被动作这个动作就绝对排除了这个症状 肯定不是身机无力 也没有让他身机实力气 这个时候他仍然做不了伸展这个动作 那说明什么问题 那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趋机过紧 他的趋机过于紧张 所以你外人拉都拉不出来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问题就在于哪一个是短的呀 趋机 趋机过紧 所以趋机是紧张的 是短的 那么我们找一个趋机就对了 万趋机 谁是万趋机 玄前原机 趋弯吗 不趋弯 人家名字在这摆着 玄前对吧 这不是趋弯 长长机在哪 谁是长长机 就这个东西 这就是长长机机件 长长机 他是可以趋机的 C呢 是不是趋机 不是对吧 人一看这个名字写的就是申 那你还管他什么呀 你这后头都不用看了 一看申的肯定是 申指的问题 不管申指申腕申肘 那和他这个趋弯都没有关系 最后一个公刀机 公刀机也不负责这个趋弯 所以呢 正常的 长长机件 长长机 在这道题当中呢 是他的趋指机 怎么样分析 就是通过这几个特点来分析 他为什么是趋极过析 好 几个特点 A client reports numbers and tickl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fingers of the right hand. The client's hand has been used constantly for the last two weeks. Massage of the feature of the following muscle is the most likely to relieve the symptom. A postural skull,B pectoralis matter,C pectoralis matter, 最后一个flaster carpe owners. 好,说了一大堆,咱看看他问的是什么吧? 说的挺长,其实重点的东西不多, 一客人报告他有什么麻木和刺痛,在什么呀? 在靠内侧的两个手指,而且是右手,有麻木和刺痛 这个表明什么呀?表明一个症状,麻木刺痛说明是神经压迫了 有神经压迫的问题 然后内侧两个手指头表明了他一个位置 内侧两个手指头 内侧就是我们的尺侧,这两个手指头有问题 下面呢,他说这客人啊,他说用什么呀?用拐杖啊 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用拐杖了,他说这个按摩哪一个肌肉啊,最有可能 涉及了这个症状,可以缓解这个症状啊,缓解这个症状 A呢,是后三脚肌,这后斜脚肌 后斜脚肌,后斜脚肌跟这个神经压迫症状有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斜脚肌和我们的必从神经有关系的是前中斜脚肌 是前中斜脚肌有关系,这后斜脚肌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凶大肌 凶大肌有没有关系?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凶大肌也不太涉及这个神经压迫的事情 凶小肌涉不涉及? 涉及啊,凶小肌涉及,凶小肌是必从神经的一个这个压迫点 前中斜脚肌和凶小肌的一个压迫点 然后最后一个呢,这个尺侧腕曲剂 他对神经压迫有没有关系? 对,他和神经压迫也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他是涉及到齿神经,齿神经受损或是齿神经有问题 他这个会有问题,他这个肌肉也会有问题 所以呢,这道题根据这个位置呢,是这个 齿侧的腕曲剂,齿侧腕曲剂 他是我们的,齿神经的位置啊,在我们的内侧的两个手指 我们的小指和无名指,内侧的两个手指啊,根据这个位置来判断 如果要没有这个选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 凶小肌啊,因为凶小肌它压迫是整个壁层神经 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部的麻木和刺痛 好,例题94 这道题是 这道题 NOTATION IS THE MULTILY RESTRACTED WHAT MUSCLE MAY BE CAUSING IN THE DECRETS IN RIDE OF MULTIES A ELEGUS B TIRERFORMS C BASI PHEMURES D GLOTUM MEDIMS 这道题来来回回说了好几个状态 看跟大家怎么分析 他说当执行一个被动的 关节运动评估 关于谁呀 髋关节的被动关节运动评估 我刚才说了为怎么样理解这个词被动的关节运动评估 大家想想啊被动关节运动评估就是他自己不动全是按摩师给动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按摩师啊注意到了注意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外旋 受到的限制 哎外旋受到了适度的一个限制好 被动运动发现外旋限制 那是外旋的问题还是内旋的问题 内旋过紧啊大家注意啊特别强调的这道题呢它是一个写的很 详细的描述啊就是被动的 外旋受到限制就是内旋过紧造成的 好 哪个肌肉导致了减少这个关节运动这个减少这个关节运动减少的什么关节运动 减少的是内旋还是外旋 是内旋还是外旋 外旋啊人家说了说注意到这个外旋 受到限制啊所以他说减少的这个关节运动减少就是这个外旋的 啊就是这个外旋 所以这道题啊挺坏的啊 非常坏为什么他后来写一个减少关节运动啊他就是为了混淆你 实际上这句话说的就是指代的这个外旋受到问题 看似有反转其实没有任何反转啊 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呢我们找一个内旋的肌肉就行了 这道题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能分析出来他是要找内旋的肌肉其实基本也就能解答出来 啊如果要分析不出来找内旋就比较 困难啊我们看给了四个肌肉分别是什么啊卡基 啊卡基卡基做什么动作 曲宽对吧曲宽 曲宽呢他辅助的有一点 大腿的宽外旋 啊注意啊他是有一点宽外旋的这个动作 什么是宽外旋 就这样往外面撇腿啊宽外旋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你看他这个卡基是这样的 他收缩的时候 大腿是向外面扬起来的是这个动作 好 犁状鸡状鸡状鸡是做什么动作 外旋 哎脱壳出了啊 很好啊已经脱壳出了 犁状鸡是做外旋深层的外旋肌群很重要的一个肌肉 犁状鸡做大腿外旋的啊 裹二头肌 做内旋多外旋也是有可能辅助外旋的因为他在外侧 对吧 他在外侧 囤中肌做什么动作 囤中肌是内旋和外旋都有啊 而且呢还有外展的动作 所以呢这四个里面唯一有可能是内旋的就是囤中肌 那就是囤中肌 当然了如果要分析不出来这个是内旋的话呢你可以反向思维一下 比如说你看这几个肌肉 明显着都可以做外旋 那囤中肌可以做外旋可以做内旋 那么又是一个四选一的单选题 那么他有只有一个不同的做内旋的就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个答案 否则的话那其他这个三个外旋你选哪一个呢都是外旋 对吧 所以说呢如果考试是遇到这种想不通的可以反向思维一下找一个不一样 找一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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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九十五 Cleaned compliance of the pain at the Achilles tendon An injury to reach out the following muscles is likely to direct the sore of the clansed pain A.Cyratus B.Vestas letters C.Vestas femurs D.Gas terminals 这道题怎么说 这道题呢给了一个专有名词 客人抱怨疼痛 谁 阿基里斯基建 谁 阿基里斯基建跟建 啊跟建 阿基里斯基建是跟建啊跟建 这个词很好认啊非常好认啊 也不长 而且特别朗朗上口 At least 就是跟建 我们脚后跟 他说这个损伤啊 以下哪个肌肉最有可能啊 直接导致了这个客人疼痛 这后面这句话就是个废话 对吧 人都说了腾在这个阿基里斯基建了啊 还说这么一大堆废话没用啊 考试说一带而过 那么谁和阿基里斯基建有直接的关系 A是谁 A是逢降机 逢降机和他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逢降机在我们大腿上在这儿啊 在这儿啊 从位置上也能判断出来 我们B呢是骨外侧 都在上大腿 然后 骨二头 在大腿的后面啊也是上大腿 唯一一个在小腿的就是我们的 斐肠肌啊 斐肠肌直接附着他是和阿基里斯基建是一体的 一体的 除了斐肠肌之外还有一个肌肉和这个阿基里斯基建是长的一块是谁啊 比目鱼 比目鱼啊 大家注意啊 看到题目的时候一定要想 多想 有几种可能 好 立体96 A client Presented with a posterior pivot tail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 groups will likely be shortened? A pectinus B corseps C populate D的hamspring 好 来吧 看看这道题 现在已经老生常谈了 你看到这个骨盆后倾啊 马上就知道了啊 谁长谁短 一刻人呢 他有一个骨盆后倾 哪个肌肉组啊 最有可能短 哎 骨盆后倾谁短啊 看到这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啊 给了几个肌肉 分别是 认一认吧 A是谁 这个叫持骨鸡 啊 持骨鸡啊 Pactinus 这是持骨鸡啊 持骨鸡 然后 B呢 骨四头啊 C呢 骨鸡啊 最后一个是骨生鸡啊 看这几个肌肉的位置啊 持骨鸡啊 里面了啊 持骨鸡 然后呢 骨四头 大腿前面 骨四头 骨鸡啊 在这里面了啊 最后是hamstring 骨盆后倾 骨盆后倾 我每次都画一个H 画一个H 骨盆后倾 画出来这个脸朝前 你把这个图画出来的 谁长谁短就容易判断了啊 这是短的 这是短的 这道题他问的短的是谁呀 郭生鸡 这个位置是郭生鸡 啊 这个图呢 不一定要画在纸上啊 脑弯当中也要有啊 大脑一想也能想出来啊 谁长谁短 所以郭生鸡是他的正确答案 如果要是问你是骨盆前倾呢 就就 骨四头了啊 马上就变成骨四头了啊 他给你改一个字前anterial啊 就变成骨四头了 啊 这个人如果改成长呢 也是骨四头啊 也是骨四头啊 所以这种题啊 很有可能在考试题库里头有好几道 有四道题啊 分别是 骨盆前倾和骨盆后倾 变长还是变短 啊 所以一定要仔细分析 仔细看啊 千万不要 经验主义 好 例题97 Clan Clan 啊 Clan 啊 canvass the anterior kne pen 腻疼痛 而且是前面 给了你一个具体的位置 这儿疼 然后这个疼痛呢 这非常疼 当什么时候呢 当下楼的时候和这个蹲下的时候 就特别疼 而且感觉这个膝盖是锁住了一样 哪个肌肉涉及到 A是骨质肌 B是锅肌 C是我们的囤大肌 最后一个是梨状肌 骨质肌 锅肌 囤大肌 梨状肌 梨状肌比它更深 这道题 一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 再看到这四个答案 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应该选谁 和我们刚才看到那道题是异曲同工的一个意思 位置 位置 我们说找店铺以后都想当老板 当老板第一要务是什么 开店第一要务是什么 三个字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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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位置是第一要务 我们做题也是一样 位置 人家都告诉你了 是膝 前面 这个倒不一定是膝盖 这个倒不一定是冰骨膝盖 膝部 膝关节 但是他前面加了一个 前面 就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位置了 这是疼啊 这有谁呀 我们的囤大肌 梨状肌 和他 巴掌远呢 根本都不需要去考虑 锅肌呢 是的确在膝部 但是在后面 唯一在前面的就是骨质肌 所以后面怎么样导致的 他到底上楼是下楼 锁不锁住 一概不重要 一概不重要 考试都千万别在那 坑是别肚子想了半天 做这个上下楼的动作 屈身期 琢磨到底是谁 不需要了 位置只要找对了 什么都ok 一个好的位置 省去你很多的这个麻烦 好 这就是你吧 Cleanse components of the pain in the lemma region the practitioner notice and the anterior palate rotatio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would most likely cause cleanse discomfort A Galanta maximus B Record span C Record abdominus D Hamstring 来吧 又是一个说了一大堆的题 这大题有点意思啊 我们看一看啊 他说一刻人抱怨一个疼痛啊 在哪啊 腰曲 腰曲疼 对吧 腰曲疼 又是位置告诉你了 腰曲疼 然后呢 这个阿摩是注意到了 他有一个骨盆前旋 这骨盆前旋就是骨盆前倾 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就是骨盆前倾 哪一个肌肉 最有可能导致这壳人不舒服 我们看一看 骨盆前倾 还是在腰曲 给他画下来 骨盆前倾在腰曲 囤大机 啊 我们的这个竖脊机 啊 我们的腐直机 还有我们的锅绳机 这四个肌肉都有什么特点 在这个状态之下 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点就是 他 他 他 都是被拉长的肌肉 唯一 唯一就是我们后腰的这个 竖脊机是缩短的 所以呢 它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答案 当然了 从骨盆前倾骨盆后倾它竖脊机的作用不大 但是在这道题当中 其他三个全是骨盆后倾 缩短的肌肉 啊在这个状态下全部都是拉长 拉长并不会导致他的这个症状 因为拉长都是被动 啊 所以唯一 有可能的就是他 啊 这道题是要典型的运用一个排除法 其他三个都不对 好 理题99 a claimed who is an avoid body builder complex of the knee pain after doing squats 啊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 is most likely in one a record famous b c 叫做peckneeders d elix 好 这道题有什么难点 刚才有同学上来就 定义了这道题的难点在于单词 单词有难点 为什么单词有难点 我特意找了两个接近的单词写在这 平时这个单词容易混 我特意出了道题就把这个单词放在一起看一看 哎 一个是肥骨鸡 一个是持骨鸡 这俩是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看一看后面都一样为什么觉得 有难难处啊后面都一样就前面有不同一个是per 一个是pect per的这个是 我们的肥骨鸡 pect的是 持骨鸡 持骨鸡 你可以记住像pet 我们的这个小宠物 pet pect 有点像pet这个是持骨鸡 持骨鸡 你只要记住一个 那个就错不了了 不是pet的就肯定不是持骨鸡 那除了持骨鸡就是肥鸡 好 a呢是骨鸡 b是卡鸡 卡鸡 一个客人 他说有什么情况呢 一个健美运动员啊叫bodybuilder就是我们健美运动员啊 建设我们的身体 健美运动员啊抱怨着膝盖疼痛做蹲起 啊七步的疼痛做蹲起的时候做七步的能让哪一个肌肉最有可能涉及到 给的那么四个肌肉 看完这道题再看完这四个肌肉 觉得单词还有难点呢 单词没难点了为什么没难点了因为跟他们俩没关系啊 啊唯一有关系就是谁啊 就骨直肌 哎骨直肌和他有关系因为骨直肌涉及到膝关节的运动 啊骨直肌涉及到膝关节的运动其他都 和他没关系啊 这个就是 吃骨鸡 啊刚才同学问我吃骨鸡在哪这个就是吃骨鸡啊这个小鸡肉啊 在我们 一眼能看得到的短短的这个就是吃骨鸡 好 那么其他的几个是肥骨鸡在小腿上 啊卡鸡是在我们的空关节里面啊对吧这是卡鸡 啊所以呢唯一和吸管鸡有关的就是他 不要被这种 相似的不好认的单词吓到啊 仔细定睛看一看啊 火眼金睛争起来看一看啊妖魔鬼怪都散去 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啊真神只有这一个 还是位置位置决定了一切啊其实30%的题啊都是考你位置在哪 大家注意一下啊 题目写的这个天花烂坠其实好多都是位置 好最后一个第100 啊 Doing a massage assessment massage therapist notice the limit extension rotation啊 Asternal rotation 要cleanse the lower leg 啊 which muscle group is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restriction A B就做 the same members B the same tengents C就是required famers B B best Famers 来吧 这道题又说的是什么 他说当一个 做按摩评估的时候 这个按摩师呢注意到一个限制外旋受到限制 这个客人呢小腿的外旋受到的限制 哪一个机组啊最有可能 出现了这个问题啊造成的这个问题来负责啊什么问题啊收到限制这个问题 说了半天就说的是 小腿外旋 不能做这个动作 那么不能做小腿外旋的这个动作呢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 外旋无力 一个是内旋过紧 他给了四个肌肉分别是 半膜 半肩 骨直肌 和骨二头肌 那第1个被排除掉的就是谁呀 骨直肌 因为骨直肌它不涉及到这个小腿内旋外旋的问题 啊 那么后面 我们过程机机组 外侧的骨二头 可以负责 外旋的一些动作 外旋的一些动作 内侧的半膜半剑可以负责啊 内旋的一些动作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选这个骨二头 哎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是一个单选题 啊你给了这个两个内旋的肌肉你选谁呢 啊 你没有办法选啊 所以说呢 选了一个骨二头 当然了说这道题呢 它出的不是特别明确 没有真正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两个都有可能性 只是根据它这个提性判断 它只能选一个 所以我们选的是它 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就是骨二头 那么我们的半剑半膜也是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 啊 大家注意啊 所以考题是考题 知识是知识 实际操作 又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呢 我们考试现在就是应付考试 找到这个解题思路 答对 就得了 然后时间的时候 我们要运用书本里的知识 详细判断 客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损伤 来完成我们的治疗 好吧 好 那么总共呢 给大家找了100道的这个综合的习题 今天讲的时间长了一点 这个关于我们的肌肉 各种类型各种肌肉 找出来给大家做一做小小的练习和测试 看看大家的判断力怎么样 顺便的也要复习一下这个解题的思路 更多的这个题目和综合题目呢 大家可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 习题 总结出来的这个软件里的这些习题 还有讲解什么的 还是以内为准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为了讲这个知识扩产 帮大家 理清一下思路 开展一下眼界 主要是干这个用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下周见